我内心想过 哎呀我这个说出来吧 别说了 你内心想过什么 天真姐 这个节目我是没有剪辑权的啊 哪位导演有剪辑权 来 姐姐 你说错了我帮你随随 那个谭正作为组长 始终都不说话 不说话 我太失望了 我来谭正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 看清男人的真相了吗 哎我替男人说几句要不 哈哈哈哈 你替你的谭正说几句 总言第一个是 是谭正他不是客户港 他是创意文案之类的 所以他他这个在这种 全是沟通交流上的东西上 他本身就欠缺嘛对吧 而且他交流的方式 咱们之前也看到过 都是那种诙谐 幽默的方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你 不可能以那种方式来出来 可是他是领导港 对 我我 哎呀你听我娓娓道来吧 好好你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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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尾吧 好尾尾到来 你来 哈哈哈哈 你应该在里边吱声 我觉得你都能搞定 哈哈 没有没有 就我在他那个地方 我是能感受他那种情绪的 一句话都没有 哪有情绪啊 没有 你看他那个知识 就是 看到那个知识 一直在挠头 一直在啥的 而且他其实在善人的时候 他也在尽量的安抚大家的情绪 大家调整一下情绪 我真心的感受到他那种为难 他那种守住无措有点 因为就像天真也说 他是第一次当领导 他在遇到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经验 他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对的 我说这个会不会计划矛盾啥的 所以他你就能看着 他在那个过程中是处于一种纠结 处于一种 我要不要说的那个状态的 其实就感觉还是缺乏经验 但是你看后来其实整个沟通过程中 是安安在中间做这个调和的作用 是他说了一些比较体面的 理智的话 是他点出了这个会计甲方式 不应该在哪 而且他也没有发火 他是说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客户港就是客户港 十一号 我刚才探的时候脑海中就忍不住在想 假设是好非凡是探针那个位置 他一定会扛出来的 你都可以想象他的那个性格 他就像一个老鹰一样会把翅膀伸开 这可能就是经验 但是刚才谭政就是安静沉默 挠头要吼 这是一种意识 这种意识是由经验形成的 但是就是我站出来控制局面跟节奏的意识 它就是领导力的一种表现 是的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战性 我们说谭政无论是他之前的经验 还是他性格的特征人格的特质 能不能在那个时候顶起来那一下 你越说杨丽 失望现在是 失望 天哪 我们看到好非凡还有八月 就具有这种领导力 好像都是女性角色 男同胞们雄起 节目里的男同胞们雄起 然后思凡呢 你们觉得这一次整个沟通思凡 思凡一如既往 虽然说他是 他的情绪是合理的 但是他的那个话说的场合 还是潜考虑 对 是的 他很有情绪 对 你不会觉得他在说事 你就觉得他又急了 但他可能是下意识的 因为其实我有一阵也挺这样的 我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我内心想过 我这个说出来好不好 别说了 你内心想过什么 天真姐 这个节目我是没有剪辑权的 哪位导演有剪辑权 姐姐 你说出来我帮你省一省 你送给我去 没有没有不难听 不难听 乳梗在喉了 其实就看你 知道你这份工作 你是服务于谁的 是的 如果在每一个人都拧着 那股劲的时候 谁都不舒服 最后拍出来的 包括甲方 他也觉得不舒服 你们这不对付吧 然后两者之间也都拧着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职场工作当中 千万不要太大的负担 有负担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选择呢 这个不在我这儿 那你接话接得这么顺 我就想接一下 让你直接说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那七个字 我觉得是职场中 卸下负担最主要的七个字 就是放下负担 爱自己 留下自己舒服的方式 让灵感自由地流淌 流淌出来都是甜蜜的 像纯真一样 又健康又营养 又美味的那些艺术作品 OK 那接下来他们到底会不会 攻克掉刚才遇到这个难关 这片子在拍的时候 还会遇到什么样 稀奇古怪的事 来VCR 喂 八月姐 范范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对 我到酒店偶下了 我来接你 我来接你 朱新古人回来了 由衷地高兴啊 八月姐 你回来了 你好冷 哇 好冷 大娇了 出狱大病出狱 你还好吗 你看呢 你看呢 去算还好 三五正好 睡得可多了 你是不是没了我们 你觉得世界都清静了 主要是没了你 你别说话了 闭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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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锦森 你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们后面其实拍程中特别紧张 对 16号的话是早上四点开始 17号的话是大概四点半 就这两天保证你的睡眠和休息 然后在片场的时候 你就多往旁边坐坐 然后我跟全往前冲 我们16时期拍完之后 然后20号我们约导演一起看片 可以 好呀 声音还有点一样 宜兴这边好吃的还蛮多的 什么扎干 烏米饭这些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找一个当地的特色馆子去吃 我正在美团上看 这上面有好多餐厅 其实还有别人消费之后的评价 用这个搜肯定不会错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招牌菜团购套餐 果然吃吃喝喝 还得靠美团 那咱快走吧 什么 饿死了 饿死了 走走走走 你好 我们从美团上团购了套餐 好吧 我陪你早下来验证吧 这个美团美食的团购 真的好方便 然后价格还有优惠 好划算啊 全国各地餐厅都有优惠 回杭州我们要用起来 诶 实意上美团搜逛吃粥 还能抢一百零元大额现金红包 你们关注一下 还在隔离酒店 准备离开了 太好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 你好 你好 老师傅好 你好 那我都开始了 直接进入正题吧 好 左边是我们一个描述 然后右边其实是一个分镜头的方式 走啦 去开会吧 你好 魏斯哥 惊喜啊 好开心啊 又看到你们了 嗨 嗨 葛局长 到了 阿宇 您跟您好点了没有 好动了 好动了 走吧 我们可以出发了 一会儿提问就是问到谁那段谁回答 答不上来 互相看一眼 拖底一下 好呀 他真的很会分工 特别周到 我们是不是坐这边 好呀 葛局长好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啊 上回开会之后 我们根据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把有一些方向的内容和情绪 相互融合了一下 但是大的方向 我们选择了上回的第一个方向 就欢迎你来如高如坐 那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提报一下 我们具体的脚本 我们要展示一个Pro版的乳高 我们想在脚本里直接体现出来 从过去的印象到新的印象的这种 不一样的东西 兼顾 人情味和趣味性 希望可以向所有人刷一波好感 都希望他们看完这个片子 会喜欢如高 挺高兴的 那带着这个目标 我们就进到了我们的脚本里面 开片会是年轻人拉着行李箱 在大马路上熊啾啾啾啾的走过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座位 虚伪以待 然后这个画面是想展示 我们在如高站 有许多年轻人过来这边 然后作为一个欢迎入场的开场 第一段会以快切 我们切乳高非常多的座位 第二段怎么入座都可以 画面就转到龙幽湖基地 你不知道有好多东西要重改 不叫龙幽湖基地 将来叫什么这些东西 都要正确的说法 现在不是你们单打独斗 我们地方的人一定要配合 我现在发现配合度还是不够 明白 当然 我们的硬性的那些信息 因为我其他又不能表达 只能通过字幕来表达 你的旁白都很文艺 那如果不加上我们一些 现实主义的东西 你就不知道是哪儿的 而且看不懂你究竟想在表达什么 你一定要这个 所以这个字幕就变得至关重要 明白 是吧 明白 也准了 好的 好 不好意思 我们改一下 你一定要专门有一个交对的环节 然后你再放 你先放 这一段的结束是以刘海小学 高兴了 我们会以照片快切 擦擦擦擦擦 然后呢 配上小孩子欢闹的一些声音 怎么样 小学一有个特别经典的那个读书的 在那个院子 竖装是吗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读书的地方 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收一下 对 我们会收的 接到下一个 怕一个足球场的那个灯光一打起来 一个运动员决定嘉练 展示灯光球场 只要上场就是足球场 给自己找一个新的C位 这怎么意思呢 只要上场就是足球场 就是 你怎么表达你的意思 就是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呈现到时候 这个是 这边是 它座位后面可能会贴一个后补区 然后说有的座位让你不满意 你就去冲向C位 从冷板凳回到主战场 主战场 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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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我们可以展示蓝领 所以我们设想的是一个技术人员 躺在轮轴底滑入汽车 进行一个调试 可以贴地也可以起飞 那背后我们讲的是说 这边你可以找到一个男人 对 那这些话怎么来表达呢 我刚才一直想问 就是 要表现什么东西是吧 因为我们还是要讲到座位这个东西 刚好就有个座位 你是为了讲一个故事 然后把我们都变成了你的道具 你的道具 那也没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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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好像表达的有点隐晦了 我知道你的艺术价值可能就在于你的隐喻 一个好的电影一定要让人看不懂 太艺术了 所以毕竟是一个大众看的东西 是吧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面找个平衡 好吧 好 好吧 那我们先来就是旁白我回去看看尽量怎么讲那个平衡点 对对对 我总体感觉我还特别有感的感受 还有在美国中学 还有那个 uncles 还有那个孔庙我们那个大城店 我要那个小孩子从我们上去跟你说过 最能代表如高的是哪里呢 一定是随后缘啊 这个一定要有 那个太好了 我们那个东大街 那个小巷子 他们都没有 他不喜欢我那个小巷子吗 伤心 我放不下了 我知道不是状态的 就是好的吧 没事的也有道理 我又讲多了